作曲人物 我從小都有被灌輸簡潑的元素 家裡都會接收親戚,特別是表哥 甚至是衣服鞋襪、背囊 也能滿足自己的需要 又不會是不夠衣服,又不會是難生難世 所以就一直都是這樣去做 其實我沒有一部電話是我自己付錢買的 剛剛又換了一部 幾年前的親戚給我們的相機 都是非手機 但我主要是用電腦溝通 沒有即時、快速 沒有立即拍照 但我自己覺得回到家看都沒有很大影響 一夜的生活 早上起床主要會在家吃完早餐 坐完電腦便會走大概半個多小時 便會回到彌農場工作 淋水、做堆肥、除草、收拾一下場地 工具的東西、桌桌椅等等會收拾一下 如果當天有活動的話 可能我們還會去街市買一些菜 有些小學生 他們進來生活 通常他們就問我們 你們這裡是否很窮 或者是否沒有電話 我都未準備說 通常會說那些 解釋的時候 有個另一個小朋友說 不是,他們只不過是過一些簡單的生活 然後我就覺得很感動 有小朋友都自己發現到這件事 我在這裡做了大概六年 這裡的空間就是一個生活和工作結合的空間 會更加加顧你自己的理念 都是滿足我自己的慾望 不單是戶口的慾望 不是金錢上的慾望 或者消費的慾望 而是一些精神的慾望 我覺得這份工作是值得繼續做的